你好欢迎收看8月12号的大花联地方新闻 我是陈彦汝 永续发展是世界潮流 2022亚太永续行动博览会 12号到14号在台北世贸展览馆举办 而县长徐中卫12号出席花联永续方舟馆的开幕 以方舟领航人的身份 说明花联县府在气候变迁 永续能源、企业永续等重点工作的推动 更推广花联有机生态环境 欢迎民众一起走进台湾的净土花联 加入永续行动的行列 带领大家登上花联永续方舟 登上永续的行列 花联永续方舟馆12日起在台北世贸一馆 2022亚太永续行动博览会出航 花联县长徐正位12日出席开幕典礼 以方舟领航者的身份 邀请现场贵宾以槟榔翘叶作为登船证 象征登上永续的航班 花联在今年率全省 举办了2022年太平洋国旅永续观光论坛 串联了超过500家国内旅游业者 共同的将永续旅游扣起ESG的议题 不但创造了人潮前兆 更带动了地方的经济发展 以及环境保护地方创生的永续的议题 要能保住台湾得保住花联 保住花联可能保住亚洲跟全世界 我觉得我们花联县就有这么棒的条件 它的人的多样性我相信也是丰富的 离台北市就两个小时 所以我现在自己开了电动车 所以自从有了达卡园区以后 开电动车经过仔细计算 后来我发现根本不用仔细计算 反正有它就很安乐这样子 所以我觉得花联县是一个非常可及的地方 它有所有天然生态资源丰富的多样面貌 可以给我们台湾人 不需要飞到这么远的地方 就有很棒的一个可以见证 超过100个政府机关 企业金融大学社会企业NGO媒体等单位 共相胜举12至14日的博览会 包含台尼新建的达卡再生资源中心 花林慈基基金会以及远东百货等 都在博览会展出各自的永续理念和行动 就是分享花莲的日常美好 以及分享花莲对这一块土地的一个生活的价值 我们的价值我们的幸福 不在我们的所得有多少 而是我们悠游在这一块山地水土之间 我们跟大地的融合海里亚尼以及华质 这是我们还有和平电厂 这是我们的碳牌最多的 然而我们要跟企业合作 我们要跟企业来如何在产业的转型 将碳牌能够降到最低 而能够固碳而减碳 然后另外把碳二氧化碳把它转化成绿能 造访花莲永续方舟的民众 只要完成方舟内播种 耕耘生生不息等三项体验 并签名宣示加入勇士行动的行列 就能获得环境友善的植物方块盆栽 花莲县府除了推广电动车及自信餐具 饭店被瓶剪量外 更与台泥合作 明年6月将启用世界第一个资源处理中心 全面处理花莲县境内所有垃圾 连底扎也可以处理 以绿循环方式解决垃圾污染问题 以实际行动带动花莲的勇士 接着蒋邦彦台北市报导 请不吝点赞订阅